日之日 我看下接下來 不敢造次 我要找出解藥配方了 他的居所在哪裡啊 是在那個外面嗎?西域那裡嗎? 今天真的打超久 今天開台開多久啊 七個小時了 快一掃你的故居 所以我要先找五毒寶典嗎? 我的拳法什麼時候才... 欸 死了 各位 我又醒啦 好啦 ZERO 快睡吧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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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應該沒有什麼難度啊 五毒寶典 哇哩咧 五毒寶典在這裡啊 我可以學嗎 不行 不能學 你這個天龍教走開走開 來 我不會怪你 喔 難道要唬爛他嗎 包含你的毒龍教嗎 為什麼會在你身上 你只要以身相許 我就把五毒寶典送給你 不然我再對你打野出錢 喔 跟白癡的女兒 在這裡怎麼練單啊 這裡都沒有練單的器材喔 看到用大便練單 所以可以練嗎 這邊的事情我們都知道了 看過來 寶典交給你 哇 他要幹皇上 這不好說啊 皇上也是難的 這應該是不太能弄 根本不是個好東西 他現在要說服他啊 有屁快放 有可能想到主角沒有服 主角沒有服這個藥 好像也有對不對 不管怎麼樣他要做解藥出來 他相信我 果然真好騙欸 三天後來找我 找我 千秋萬載一同交流 哇 他要直接這樣 直接嗆他啦 大家都 可是如果解藥給他們的話 他們為什麼不聽話 我們要一打一喔 所以到底誰是教主啊 搞得不好混亂啊 你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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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 你會不會 野球拳了 我看一下 1800到2000 打打看啊 野球拳來了 你會不會 你會不會 我一次用野球拳 就要在詩書身上 來呀 一拳入魂 哇 他就死掉 等一下 為什麼變年輕了 什麼 一萬六千八 沒關係 早知道我應該留著 靠 超不爽的 不老長尊弓 反擊後獲得左右護伯 靠 為什麼敵人的弓體都這麼強 這邊有補血還在打零 沒關係 再兩回合我就可以阿魯巴他了 還好還好 反擊阿 四叔 我們正面對決 好 要野球拳了 來了 野球拳了 剛剛還沒看到閃 好像四五千 五千多阿 暴擊不九千 神閃躲 神閃躲 可以補他了嗎 唯我堵住 還好還好 有暴擊阿 他要死了 哇 還連打阿 等一下 好 他自己堵死了 掰掰 掰掰 有點強 欸 我是贏了嗎 贏了贏了贏了 好 我們當上變成教主囉 阿 教主後面為什麼會有 會有佛陀阿 他們好混亂阿 天天在換教主 恭喜煞氣聖教主 容登我天龍教教主之位 好 換我要千秋萬載一同交火 這教主是免洗 哇 這兩個最會排馬屁 哲 他們有解到之後還要聽我們的話了嗎 非說不可 這被我戴綠帽的話還那麼多 這三個算是比較正道的人 這次比較壞 這次比較壞 欸不行欸 夏侯菲如果跟我鬧翻 我沒有夏侯菲我會很難打欸 哇 她還要 她要去殺年家的年伏龍 哇 她瘋了 夏侯菲要被我們搞瘋了嗎 我對你 很敬佩 欸 結果夏侯菲還在嘛 對啊 如果阿虛羅跟全X可以加入就好 來了 他們來了 欸 所以夜X還是加入我們了吧 完了完了 我們要直接打 哇 她現在才發現叫那個 哇 她現在才發現叫那個 下達指示 我要你們現在寫張 不是這樣子的嘛 你們每一排都要我附的寫 這不是張無忌的台詞啊 柯祥龍 一年份的解藥 解藥也是定期的 難怪可以控制他們 喔 本來就是用解藥控制啦 只是原本只有那個 原本只有那個 玄冥只有那個 玄冥只有那個 玄冥只有 玄冥只有 我們也有 這誰啊 這就是天王 靠 太多隻了吧 名字怎麼那麼中二啊 比我的煞氣還中二啊 碎屍萬段 你的一點都沒有改變 可是他當的教主 穿的衣服還是以前店小二的衣服 當年希爾的樣子 所以我們就和好吧 不要這樣子 不要打 不要打 這個武當派我們也不要打 劍聖 從頭到尾沒看過他 終於出現了 這蠻中二的 殺幾個人還在那邊算 71人 你會是第72狗 虛珍要來嘴炮 不理他啊 欸 放映華被判了 我不要多一個廢物好像沒什麼屁用啊 沒關係 其實這個夜叉跟阿修羅應該給我用吧 我又要打半個小時起跳啊 下午飛嘛 下午飛嘛 喔 然後我 我一個補師非常找死 等一下喔 等一下喔 我一直在這邊跳 一開始要去前面霸體 所以下午飛一開始去前面霸體 補師一樣放 靠不對了 我是要放補師 靠不對了 刃劍拿好像一開始就死了喔 八卦心法 我剛好選第三隻 好像一下就死了耶 所以我都沒看到他在幹嘛 選傷眾人看看齁 好 慢慢 他慢慢跳 等他一下啊 我也想吃早餐啊 好 各位 兩個策略 呃 先看一下他 對 一個推 一個拉 一個推 一個拉 我想一下喔 主角在這裡 主角先衝過來 然後把 把天王拉過來 把天王拉過來之後呢 還是先處理劍聖 劍聖在哪個位置 劍聖在哪個位置 劍聖在 劍聖在這裡嗎 劍聖在這裡對不對 這個應該是劍聖 是... 由於靠.. 靠.. 靠這個位置的... 對了 先拉再推 對 先拉再推 不錯 我看一下這可以走到哪兒 大概左過去推他 可以可以可以 那我先用主角拉 先用八月七角拉 把他拉過來 最好把他卡在角落 這邊好像拉不到 三個 拉不拉不到 拉不到 太酷不要閃避 我求你了 很好拉過來了 反擊我還能接受 然後再把 可是啊靠不能推過去 他已經卡死了 我可以連拉兩次嘛 是吧 我再拉個各種拉 拉拉 很好 熱情啊 好各種拉 將 我們還不來 修辱一下婊子呢 只有一個婊子對不起 夏侯先衝進去霸體 自身範圍一個 靠他要霸體 然後這裡可以AOM 這裡沒有劍聖 他們兩個在打起來我離他遠一點 咳咳 剛剛唐飛一出來就死了 因為他被這些人尾 建設 建設 打不到了 再一次 策略點 只有一點 他打人超級不痛 史上最不痛 那如果我走來這裡 打得到 不行 磨一下他們的血 不會啦 我不會殺加羅 加羅血那麼多 沒那麼容易殺掉 我看要把誰推走 直線兩個 我們先有方匯集把這個推過去 如何 阿彌陀佛 然後大家圍他 圍殺他 然後他們兩個 他們兩個待會就會對打 阿靠補絲跑來 補絲卡在這裡面 好補絲我們先衝過來 應該不會死吧 對啊我要先把小錶殺死 看一下我還有誰沒有 傷重人 我要看一下 反擊或得到霸體 還不錯 反擊或得到霸體 還不錯 好 左上角這邊先活下來 然後再 從下面走進去 移動移動 這邊天王他會 他會保護他囉 那沒什麼用 如果大家都有犯罪 誰要當乞丐 靠攏 只剩下兩個 好 這隻很強 其實我發現這隻很強 這隻算是裡面 蠻強的 雞納羅可以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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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兔傍地走 一花一木蘭 講話可以不要那麼靠北嗎 重傷破,請破甲塔 然後下後城 下後城霸體省之用 所以呢 上面打一下小鏢 說要省著用但是 他霸體了 靠他已經霸體了 算了算了,他也霸體了 好,阿修羅出來了 反正呢,剛剛看過了 喜歡就是喜歡 不喜歡就是不喜歡 這個也有霸體喔 直線霸體 所以 妹子還不能亂殺對不對 對 好痛喔 自身放一格 好,這裡這裡這裡 我之前就死了 沒關係,找點debuff也好 也好也好 我們凡事要往好處想 是吧 好,你千萬不能死啊 補師 另外一隻補師 我們往角落移動啊 拜託不要打我 拜託 拜託 求您了 求您 我求求您了 好,廢物放映華 好 待會讓他們兩個內鬥 我不要理他 所以我們來這裡 這麼多隻怪真的很像那個 人家在玩西來爭霸啊 太好了 現在飛過去了 太好了 現在飛過去了 好痛 點去 哇 好,閃躲 可以 好,我們全地圖放毒囉 靠,放映華要死啦 好,太好了 他們兩個內鬥 放映華直接死了 好雷啊 放映華 映華哥哥,你好雷啊 好 夜叉來了 好 我們先 好 他躲在邊邊放毒喔 然後 另外一個策略 直線兩個 偷打他 來這裡偷打一下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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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一下小婊子 能不能夠 把他弄死 位移的 好,我們繼續把他拉到邊邊去齁 該不會把我打死 拜託不要 距離三個 距離三個 這裡拉不拉得到 拉不到 拉不到 咳 咳 咳 這個應該 一個兩個 這應該打得死 好,很好 然後 這個應該會死 咳 咳 咳 不行,我要先測動一下 我要先把小婊子殺了 哎呀,傷荷明要死啦 不行啦,我現在只能放一個補血的 怎麼辦呢 嘖 扇行一個 啊,他被劍聖釘上了 我看一下 我看能不能把他 我看能不能把他 等一下 我的 靠,我在這裡 我沒辦法把他踢走 我如果主角死掉是不是 主角是不是第一次必不會死啊 還是也有可能死啊 我不能衝過去把那個殺了 剛好這個卡在這裡 好,拼一把 拼一把 應該不會死 主角應該要補一次血 應該不會死 靠,我還要換套路 靠,也就想要三回合 應該不會死 應該不會死 賭一把,我覺得不會死 然後 把一個人推開 我看把誰推開 現在應該是不需要把人推開啦 吃補品需要消那個點 所以我還在思考 我先把這個 我先把這個秒掉 主要受到補師活下來 這卡已經放過了是不是 我覺得 我覺得要喝補品 讓他活下來 我記得他蠻強的 讓他活下來 不會的啊 那對方有信心啊 這邊 這兩個對決是還好 就他們兩個對決好 直線霸體 這兩個可不可以殺 這樣可以殺吧 算了,我先移動了 我要過去把幾隻搶了 打死 不然真的是沒完沒了 霸體 距離兩個 好,偷打一下 霸體留著 不會啦,主角不會死的啊 對那個有信心啊 我們要先把劍聖秒 小隻的先留著 扇刑一個 然後先把小婊子殺了 靠他閃了 靠他這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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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補師 我是先繞跑好了啦 繞跑格 好 莎莎小表 自身範圍一格 可惜 他走不到這一格 不然就完美了 點去 流血 讓他流血 哇 好痛耶 暴擊超痛耶 傷重的 下活成沒有霸體 斷技 小表之死了 接下來目標見勝喔 是不是 莎茄莉沒死嘛 哇 他們兩個內鬥得很開心喔 太好了 太好了 都在我的計算之中 接下來劍盛的時期要到了 哇靠 左右互搏 好吧 我們的白屋場死了 我們大概要拉一個人去吸引那個白屋場 來吸引天王 要讓天王回到中線 好 時間來了 噢 他們這邊自虐 自殘打死人喔 太好了 小飛舞來了 靠這什麼什麼曲啊 熊兔腳撲朔 瓷兔也迷離 沒關係沒關係 雙兔傍地走 一花 一木蘭 木泥老絲啊 好 來來來 唯我獨尊 然後 我們先優先把那個 我等一下 先優先把戒聖弄了喔 不補血不行 靠我一直 我剛剛拿補血意義何在啊 我剛剛拿補血結果 結果你什麼都沒做啊 超年 好啦 劍神 劍神 靠我這邊打不到劍神 沒關係 走過來打 本來無遺物 何處惹成奈 開好啦 原型 最好的那個 啊哈哈 Somebody will get hurt 自身兩格補血 很危險 待會要衝過來幫忙補血 沒關係 左線的應該是可以把他秒掉 好 這死了 這個殺壞名死就死齁 我沒辦法囉 我要去邊邊補血 三千多應該不會死吧 我先打他 我可以連續走兩次 先打他 然後 連斬 對付惡徒 一個人就算是天下無敵 天下無敵 也沒有 天下無敵 天下無敵 只剩見剩了 三千多到底會不會死 我是怕 我確定有可能會死 不要賭 不要跟他賭 我去邊邊打 然後待會再回來 主角再回來 待會他血更少 我再補 好 這個也是衝過去打劍聖 邊邊打劍聖 這邊這個不下 太遠了 我先去左上角 躲個 然後 直線霸體 對對對 好 就讓阿修羅來扛這個戰線 好霸體發動了 要擊中才會發動 這遊戲超血量 我知道可以丟雷火彈 但是 因為他們沒有站得很擊中 所以 所以我在想 因為你用雷火彈 你就不能補血 如果你把 一開始的 假設毒 一定要用到六點 那雷火彈到底划不划算 這就是 這就是我們要取射的 好 好過來吸一下 靠 這好像會死 他有霸體 我是捨不得讓他死 過來一點好了 我覺得被傑森弄死 休息會不行 休息會不行 休息吧 西門旋 西門旋 西門旋沒什麼屁用 紅號 他好像要死了 好 看敵人會去追殺他 黑五場 他把人擊飛 過去做傷害 這個也會蠻痛 欸怎麼又飛 誰死了 好像是那個死了 太好他們都在打霸體了 太划算了 我們還反擊啊 有夠了 晚安晚安 哇這個 這個柯文哲也是蠻猛的欸 沒關係 先把計算弄了 先把計算弄 先從後面扛的先剩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1300 還好 靠扣3600 殺鬼 好 雜魚先過來 然後放毒 然後 老夫縱橫與生 天下無敵 流血 讓他流血感覺好一點點 靠這裡有補血太好了 快來這裡流了 等我一下 三個 哇靠 他計算會補血 金森真的是很卑鄙欸 好好 很好 好 不對不對 我先 等我一下 他的弓體是什麼 提升暴擊是不是 所以我就走過來 然後活著就好 也是 欸這樣也不錯 好喔好喔 休息 這個繼續打他 這邊有一個補師 好衝過來幫這邊的人補血 應該是這樣 然後這邊有一個補師 但這個補師要補主角 所以呢 所以呢 我要先衝過來 從背後 從側面應該也可以 拜託會掉命中喔 這個應該沒有 這應該沒有什麼反擊或霸體吧 拼一把囉 來 啊不用 他沒有那個 他有兩回合 沒關係 三千多還可以 然後呢 黃軍過來幫他補個血 這樣子可以補得到 到到 不能移動 休息 直線兩格 不是啊 啊不是 直線兩格的話是要去哪裏 我打到這裡 他為什麼他出現紅點 啊是這裡是這裡 兩格範圍內 算了算了 還是他可以讓位等一下 好這邊可以讓位 我讓位 讓他讓位好了 靠他還是走不來這裡啊 他讓出來的位置走不到 該死 那我可以把他推出去 快死了吧 靠一定要直線啊 好吧算了 直接把他推過去囉 我知道啊 我知道不是直線 斜對角不算 他這個距離太近了 我都打什麼都打不到 喔這邊這邊 柯翔龍 柯翔龍 超猛 接下來要想辦法處理他囉 走這裡好了 我知道 我知道要打乞丐 但是 打乞丐 柯翔龍好像都是單體技對不對 嚇吼肥 這邊也要準備下去了 因為 我怕劍聖AOE 喔完了完了 這個應該不會死吧 自身範圍一格 距離兩格破甲 下一回合應該可以弄死劍的事 你只能選擇 你只能選擇 因為一開始 集魔有限 你只能先選擇兩三 那我們第一回合是先把 先把那個 先把柯翔龍 先把柯翔龍打死 但是沒把劍聖打死 導致後面很差 那看起來 柯翔龍比較像是單點突破 喔太好了 我們有雜魚啦 好 好啦先拉一個柯翔龍過來 放全體的毒 策略點竟然不夠 走過去 從背後打他吧 我們先把劍聖弄死 我的這個好了 靠還有一回合 第一次場上有那麼多雜魚在場上 我說我方雜魚 好啦全部往下移動了 目標 目標 柯翔龍 然後這邊的是要打劍聖 破戰 好大哥 這好我去打5 大範圍模式 大範圍模式 我丟個暗器還不能丟 然後我用主角先把他秒掉 然後再連斬 拜託不要閃避齁 很好 在我的計算之中啊 NICE NICE 繼續破獎 阿修真的好猛喔 阿修快死他寫1萬2 我再幫他補血就好啦 是吧 距離兩個破獎 用AOE比較好 AOE會把他傷害 你看AOE他就 他挺多反擊 他不會去幫他扛傷害 我覺得AOE比較好 有機會 這會不會有機會 大火可以睡覺啦 天龍就要靜音 我要打一下 不要打死就好了 靠閃 夏侯飛 超方便 不對不對 他要去打柯翔龍 翔龍要死了 我點去的劍聖就不能發功喔 哎呀 剛剛沒看到 沒關係 斷肌 霸體 霸體 霸體留著喔 靠 衝走 這裡才死 一會兒就把劍聖秒掉 應該就慢慢有機會囉 喔謝謝WCS79 感謝訂閱 感謝乾爹訂閱 使用道具 先不用使用道具 西門弦 可以準備上來 我看一下喔 只限兩個 好現在耗他的血 反正不要打死就好 感謝訂閱 感謝訂閱 開到這麼晚 一定是感動你的對吧 我感動了 我感動了 我感動了我自己 這應該是最終戰吧 就算不是最終戰 這也是我今天的最終戰 其實我打到有點頭痛 但我覺得 一鼓作氣就把他打完 對阿 黃娟 直線的毒 黃娟不能死 好繼續站這個位置 天王是最後一個殺沒有錯吧 喔不對天王應該不是最後一個殺 感覺他們真遠要來了 那這個局勢比上一次好多 靠媽 錶子又補血 不要再補了 阿修羅真的是有夠硬耶 阿修羅血是史上最硬耶 休息 等一下等一下 三千五阿 各位 我們要直接把他秒掉囉 拜託 拜託 不要 閃避 一拳入魂 YES 什麼劍聖 在我眼裡 不過額額阿 好 好他還補血 好不好 愛補是不是 來幫你補個夠 唯我獨存 接下來 休息 再把他推開 收下線 先合力餵他 不行 打他到底會不會被爆氣阿 我到底要不要先把他打死阿 先不要殺先不要殺 聽你們的 阿修羅我們現在沒有霸體 所以 阿修羅七千滴應該不會死吧 算了補個血補個血 幫阿修羅補血 阿靠不能補血 阿修羅七千滴 我走過來一點 然後 我走過來一點 然後 然後休息 如何 下一回合就有霸體 所以我走過來 休息 然後讓這個沒什麼用的紙樣子去看 可是這樣就會打到天王身上 沒關係我們走過去幫忙buff 那我們就全部先把右下角弄死 可是感覺小兵不能那個 好從後面慢慢移動過去 黃娟 黃娟絕對不能死 橘子 左上角弄沒什麼存在感 我們這邊還是把他打死 打一些血 但不要把他打死 就可以了 它也沒那麼容易死 其實 下豪飛 把他先過去霸體 好 現在就過去霸體 阿靠閃避 這樣霸體也沒有發動阿 閃避霸體好像就沒發動啦 閃避霸體好像就沒發動 這個閃避霸體在每一方要動 算了 AOE丟個 還可以還可以 徐正要死了各位 很好啊 局勢一面大豪啊 但是下一回合可能要增援啊 他們應該要增援 靠北鯊魚擋到路啊 西門拳 兩個 直線兩個 去徐正去死吧 啊 夏侯菲沒有霸體就死了啊 應該還好 靠青龍商來了 古石也來了 沒關係 沒關係 還可以 我想一下喔 他現在有霸體耶 好像擋住路的關係啊 所以 我先衝過來 然後放個唯我獨處 這樣子他就可以過來直線了 抗血 距離一格 琴弘箱在哪裡? 這可不可以吃 這邊有兩隻 好,走過來 好,打一下琴弘箱 小婊子 這邊有沒有需要補習? 這邊感覺可以補個血 不行,我以為沒想說可以走到這一個去發動霸體 這樣看起來不行 沒關係 那我霸體打他,應該還是會發動吧 好,發動霸體了,可以 我先走過來幫忙buff 什麼事都沒做就沒關係 不要擋路就好 我需要補血 我先下面走過去,待會過去補血 夜叉,夜叉可以看 點血 我去點那個 我去點天王的血 好,點血成功 好,nice 接下來處理這邊的小雜魚 欸,雜魚要不要打?如果我雜魚不打的話 是不是下一波就不會出現 不知道欸 躲在這裡射 冠箭 靠,暗器他也能夠 暗器他也能夠反傷 那是蠻厲害的,先把古石弄掉好了 好,不然大概青龍山 我不知道他的那個 他那個增援不知道到底是怎麼計算 西門血 直線兩高 好,我們開始 我們開始 靠天王的血 用血換血 下猴城有霸體 但是現在放應該浪費 希望可以 傷重了 哇,青龍山死了 青龍山死了 英明,又要難過了 烘燒,沒關係 英明 英明現在發呆 英明現在他的作用只是在等那個發動 完全不能動喔 我給你兩個選擇 他應該打過了 沉浮於我 或者 死 或者 死 這邊 站過來幫我們霸佛 不要再增遠了,拜託 霸體好猛喔 拜託不要增遠 只要天王打死 是不是就全部結束啊 我看一下 衝過去弄個喔 要補血 能不能補得到 可以喔 補得到喔 我先讓這些人都往這裡走 自身範圍一個 往這裡靠近 然後再 好啦,又一個死掉了 然後他在旁邊偷射 不然走這裡偷射 唉,我也很困啊 沒辦法 補血 神補 好像沒有補到很多隻 這樣弄掉是不是待會 就會來幫忙了 阿,敵BUFF只有1回合 看招 我們慢慢移動過去喔 還有2回合才能夠 這隻,我們就 他都要血 雕才是最可靠 殺魂 不打他了齁 免得一個反擊把他弄死 好,留2隻雜魚陪你玩 好,留1隻雜魚陪你玩 好,剩下過來幫忙BUFF 好,剩下過來幫忙BUFF 那個誰啊,這可以... 還不能補 對 天龍叫金魚 沒事,往外走 我們把他推得遠遠的齁 看一下 不行,這邊推 推他沒反應 他先離開就可以推了齁 打不打 好,我們把他推開 我一推就死了吧 應該沒那麼強 好,最後一點血 經歷的人越多 越感覺雕才是最可靠的夥伴 我散開一點好 我也會怕AOE喔 來 先讓小傻也去圍爐齁 他霸體了對不對 現場掌門的位置應該是我的 現在連雜魚都有霸體啊 敢信 連雜魚都有霸體的世界 來啦 先 走遠一點好 走這裡 待會再過來 吸一馬就選 只限兩個遊戲 對齁,沒辦法用野球拳 對齁,我有獨尊嗎 沒有啦 我的行動點不夠啊 被自己反彈打死 他快沒血 他快沒血 只要沒有增援應該是有機會 其實才打八個回合 一個回合就要打超級 不要不要,阿薛納不要死啊 阿薛納不要死 靠,復劍寒竟然來了 小婊子 還是不理復劍寒啊 復劍寒霸體應該理他也沒有用 我覺得門的刀法 才是成功 兄弟,走 喝一杯去 霸體不給焦零 這麼不行 還有一回合 他剩多少行 一萬一耶 勞記福利 志在千里 你等可願隨我去開拓新的樂圖 然後 走過來一點 我應該要讓位出去 從這裡丟吧 好,現在可以毒了 但我待會再毒 你死了應該就沒關係 下個毒 為我獨尊 祥兒,殺毀天王你認識他 無法實現你的理想 啊,他被毒死了 完蛋了 啊 完蛋了 阿修柔又兩公了 啊,我還沒用阿修柔啊 我忘記我把他毒死啊 沒關係沒關係 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 可以的可以 沒事 趕快離他遠一點點 趕快離他 怎麼會這樣子 怎麼會這樣子 只要把天王打死應該就結束了吧 還要再多打嗎 我先離開,我先離他遠一點 我現在沒有不行 還好啦,我叫殺人應該就結束了吧 媽,不確定 拉一些雜魚給他打 還好還好 距離一個 距離一個 好,站好位子 三千滴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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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看一下喔 老祭福里 志在千里 會贏 你等可願隨我去開拓新的樂圖 最後的尾刀 我要讓主角來打 沒有絲毫的會恨 絕對不是西門玄喔 西門玄不會把他打死吧 應該補破 應該補破 阿不對,這樣豬腳打不到他 豬腳離來太遠了 不,豬腳各自被戰了 沒關係,會贏 再一回合就贏了 喔,知道了 豬腳用那個阿 我可不可以丟那個阿 走過去丟 我還有四點阿 用雷火彈把他打死 掰掰 霹靂重心 呼呼 Easy嘛 是不是 阿,這種簡單的遊戲 好啦 剩下一些雜魚喔 各位 要睡覺啦 要睡覺啦 終於 這就算真遠我也不怕 來一百隻雜魚 算一百隻雜魚 堂堂天王 被霹靂雷火彈幹掉 好啦,慢慢打了喔 各位 我還不把你阿魯把到死 好,兄,那個姊妹細強喔 讓大家看一下 這邊,還沒有霸體 應該沒霸體 平生豪氣,異相逢 莫須孤獨,只求敗 只求敗 殺鬼,現在就要敗了 攻殺鬼 哇,傷重的這個雜魚 從頭到尾,我也不知道他在幹嘛 好啦 各種 喔喔喔喔喔 還那個捏喔 沒關係 從遠的地方偷擋 直線 好啦 最後一隻雜魚啊 慢慢打 頭有點痛 嗚呼呼 你這個沒有反擊了嗎 有兄弟 有酒 足以 掰掰 不要閃避喔 欸 怎麼哪來的華山門人阿 他什麼咖 還真的是雜魚耶 但是雜魚應該沒有什麼好怕的嘛 還真的要打雜魚耶 還真的有雜魚耶 我都笑了 好啦 慢慢打慢慢打 靠,雜魚還蠻多的 往裡面走 往裡面走 靠,這個血 這個血真的不好 走天王線真的是很累耶 不是 靠靠靠,旁邊有雜魚 我剛才沒看到 邊邊也有 有雜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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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變武林盟主啦 直線了 主角狀態喔 再來看一下 好啦,PT彈丟一丟 PT彈丟一丟 當然用賭的再丟PT彈 等他們自己走過來 這個AOE放一放應該就死 等一下嘛,等他打吧 我完全免疫攻擊耶 根本他Carry就好了齁 好啦,先毒再PT彈 不要獲勝啦 好,雜魚放個毒 然後,誰來放個PT彈 好,雜魚放PT彈 使用到 這兩個人打得最多隻 主角的狀態有點煞氣耶 這樣可以一直打是不是 6000多 阿全部都我來打就好啦 真的是全部我來打就好了耶 我靠連斬就全部 只要沒有閃避就全部我來打阿 只要我走得到的地方阿 哈哈哈哈 果然是要過關啦 高等玩家 第一輪就過反派阿 是不是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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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空虛阿 再也沒有人可以阻擋我了 這百分之百暴擊是不是 好像百分之百暴擊 靠閃躲 還是連閃兩次 該去買樂透了喔 我們還是要贏 這邊好笑阿 對阿 趕快過趕快過 不可能踢到電源線喔 踢到電源線我一定開修改器 我沒可以開玩笑的喔 保證給你開修改器 一桶江湖阿 一桶江湖阿 等一下 那個我突然想到主角不能死阿 主角死我真的會大崩潰 我跟你說 好百分毒死啦 策略點不夠 竟然是策略點不夠 好啦先用主角 從側面打以免被閃避喔 靠 怎麼狂三朵喔 這是怎樣 這位爺賞口飯吃吧 很不合群耶你看 我看閃避耶 現在是怎樣 角落這三隻不給打的耶 不是吧 不要逼我 不要逼我丟雷火彈喔 這邊應該都清完了 是怎樣 不是嗎 他比那個什麼復健什麼的還會閃耶 我不信 策略點不夠阿 沒辦法丟雷火彈 好還是打得中還是打 待會就有那個 他被反擊打死 一群沒有用的廢物 讓哥用雷火彈 阿魯巴欸不行 他不能雷火彈 沒關係 好啦 比賽結束了喔 各位我們要看結局了 打超久我媽打到六點 好痛苦喔 我今天開了多少 終於攻略了嗎 他就坐在我旁邊耶 阿修羅還守護在我 但是為什麼旁邊有方雲華阿 不能把方雲華殺了嗎 武林霸主阿 死後不臣服於你們的門派 儘速被殲滅 願意臣服於你者 則在你的高腰筒之下 過著戰績的日子 武林之中以你為霸 過往的相互 相互鬥爭 逐漸 相互施打過著恐懼的日子 你的名字也流傳於坊間 變成 父母用來 下午不聽話的孩子的恐嚇詞語 除了英雄小金發 身為霸主的你 也以鮮血不下難以抹滅的傳說 大家聽到煞氣 也會嚇到阿 喔 破關了 謝謝大家 可能 今天可能不會開直播了啦 我可能禮拜五 今天禮拜四啦禮拜五 可能禮拜五 可能禮拜五 可能禮拜五會開 好不好 禮拜五把 把善良的那邊 不是 不是把正派的打完好不好 禮拜五把正派的打完 然後禮拜五可能會找修改器打 看有沒有辦法把多個結局打完 好不好 今天禮拜四就不開了阿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對這個遊戲的心得吧 因為 因為也破關了齁 那其實我覺得對這個遊戲 原本只想給他8分阿 那後來打一打我覺得 還是蠻好玩的阿 所以給他 給他8.5分好了 那CP值非常的高阿 非常建議大家買 就算是份Game 200多塊也不貴 是吧 那其實 他 我覺得他算是 因為他也是 復刻的作品阿 所以算是保留了 以前玩RPG的那種感覺 包括他沒有地圖阿 然後很多地方你不看攻略 是沒辦法玩 然後支線他也不會自動 他也不會自動幫你記錄 所以相對你要一直看攻略去玩 就是以前RPG的玩法 大致上就這樣了 對啊 而且應該可以玩個兩輪 不是問題 我這一輪破關 大概玩了 我們總共開了7天嘛 今天是第7天 大概玩了快30個小時吧 假設兩輪 所以以30個小時的遊戲來說 賣這個價錢算是蠻便宜的 對啊 面子沒有攻略阿 所以我禮拜 禮拜五吧 禮拜五 禮拜五再來打 大概比仙劍高很多分啦 這個季美都沒有攻略到 喔 全部的地圖 好啦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關台啦 哇 這個Self Force也是陪我們看很久 這個遊戲應該不吃效能啦 非常不吃效能 非常不吃效能 早安早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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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拜拜